观众朋友对芋头酥的印象是什么呢 来看到造型独特的芋头酥 奶油酥饼芋头酥创办人阿聪施 费时两年 研发不用剥皮就能直接吃的芋头酥 将芋泥和咸鸭蛋结合 而且造型特别 吸引民众尝鲜 切好的芋头酥 满满一盘 不一会儿就全部清空 仔细一看 里面除了芋泥 还有一颗咸蛋黄 加上独特造型 吸引民众目光 吃鲜鸭蛋然后皮很酥 有吃过这样子的组合吗 没有 这吃起来感觉是 绵密很香 对很有可口感 这样子的外形 那吃起来这个性情 性情很舒服 就好像大了芋子的儿子 特制的条状芋泥 放在干好的饼皮上 人称芋头专家的阿聪施 用手感捏出芋头形状 就连芋头皮也要求逼真 刷上一层可可 再送入烤箱 出炉的小玉仔 仿佛刚从土里挖出来 阿聪施说 食材都是选用在地生产 像是大甲芋头 和内馅的咸鸭蛋 也来自台中大安 将当地的风俗名情 融入糕饼 我们清静自然 模仿自然 然后这是自然之美 生活的文化跟历史 然后就把它做成那么漂亮 就等于是像是在卖艺术品这样 阿哥好夹 所以真上美 一直有消费者一直反应回来 说因为我们可不可以想要预载呢 在我们的通路能够广泛的去贩售 我们也经过谷研所的验证认证 然后在食安问题上是层层把关 73岁的阿葱师 是奶油酥饼 芋头酥等糕饼产品的创办人 费时两年研发 推出小玉仔 更获得幸福点心荣耀 让消费者不用削皮 就可以直接吃芋头 也带给消费者 视觉上的新感受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李晶晶 台湾台中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